這次第一屆大成輩是因為由VICA公司來提供我們贊助 很開心今天在我們偏鄉、偏鄉這個地方 由我們籃球的夏令營 由我們原籍企業公司提供的這樣的一個籃球教練的團隊 首先非常感謝我們原籍企業社跟台灣基層籃球推廣協會 能夠來到我們佐樂國小 然後來鼓勵我們運動的孩子尤其是我們籃球 科球來練習 一隻手接觸球之後球內往外做一個一代號 然後再做換手藝球 然後另外一隻球也是 從後面換手藝球而已 可是一個連續的沒有 在各個各項的這個賽事還有各項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發現這個籃球的基礎教育是非常扎根非常的深 尤其我們在球場上面看到小球員在打球 看到教練在指導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戰略的步驟跟戰略的這種作戰策略 其實感覺好像就是一個小小的NBA 教練拿著戰術板 小朋友圍在戰術板前面 聆聽這個教練的指導 然後大家在一起歡呼 再重回到球場上面 調整步伐繼續作戰 在這一點我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熱愛籃球的國家 那目前的業務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往一個所謂的團體的一個集成的部分去做推動 因為畢竟學校的球來說 小朋友在學校打過我們的球 之後推到門市的話 他們會有辨識度出來 那辨識度出來後才可以增加我們就是整體市場的業績這樣子 對就滿常去學校的推廣 然後一些杯賽去跟教練或一些老師保持一些良好的關係這樣子 然後順便推我們這個品牌這樣子 一開始那時候剛來VEGA的時候就是 去跑學校老師可能對這牌子比較陌生 然後後來也是慢慢一間學校 然後透過老師慢慢去介紹 然後後來變成是大家對這品牌比較熟悉 然後之後的杯賽就慢慢變比較多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的話就是可能 一些球隊可能帶隊去現場的時候 他們身上拿著球 然後後來就發現就是我們球的比例越來越高 那時候就會滿有成就感這樣子 我想50年來我們代工師柏丁、威爾森跟這個Nike的這個球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我們現在的消費者 也許他們在現階段他們看到的 跟他們一直以來在使用的這些國際知名品牌的球 他們打起來也覺得很開心 他們也很相信這些品牌的這些品質 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個品牌 所以在六年前 我們董事長希望我們經由這幾年 50年來的這個代工經驗 能夠創立出自己的一個台灣本土的一個牌子 所以我們就沿用我們在30年前所註冊的一個商標 它的名字就叫做VEGA 就是VEGA 那VEGA代表是天上的一個織女星 那其實這個織女星有很深刻的一個意義 就是它指引了我們的人 指引我們的運動員 朝向一個勝利的一個目標 這一顆 這一顆是我們生產 特別為斯伯丁在去年生產的一顆 籃球125週年的這個籃球 最早這個Dr. Smith所生產 所研發出的一個第一顆籃球的原始的形狀 這個盒子就是Sporting 125週年 然後當打開的時候 各位看到 這邊有它的歷史 然後這一顆籃球是以全真皮的這個方式 然後再加上它是用車縫的方式 去做最後的整合 接合的一個動作 那跟現在我們籃球的製作方式完全不一樣 那在這個品牌創立當中 我們曾經做了很多的慈善的活動 我們也深入了這個鄉間的一些比較偏遠地區的小學 資源比較充足的小學 我們提供了他們免費使用籃球 推廣這個籃球運動 資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上課之外 在下課之後能夠多運動 遠離一些不好的不良的習慣 那從這個向下扎根開始 我們接著又開始去贊助很多國小的一些杯賽 那這一些國小的杯賽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讓小朋友們 能夠在球場上面打球 訓練跟鍛鍊體力以外 更加能夠培養這個團隊互助合作的一個精神 對於他們在未來出社會 人際溝通方面能夠有更多的經驗 能夠跟社會上面的人 能夠更好的接觸跟溝通 這個是我們推廣籃球 還有推廣VEGA這個品牌 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外面的影響 最重要的一次是大家看到沒有 我們會讓教會 我們會再營業 我們把人的前提振一下 我們會有更多的苦力 如果你有幫助